我都會滑他拼的 蛤 你會滑他拼的嗎 我會滑一分啊 感情問題一日建議分手 歡迎收看波波接地去 情侶之間真的不能有秘密嗎 如果要現場跟另一半交換手機 敵感挑戰嗎 我們今天要去考考看街上的路人們 走吧 你們在一起多久 我從頭送你這樣 好開心喔 百年多了 七個月 快三年 十幾年在一起 今天 16號 那才五天 所以你們認識幾年了 兩年 要五年 快四個月 五個月吧 結婚兩年 結婚之前在一起多久 八年 在一起長久有什麼 相處的秘訣可以分享嗎 對他生氣 比較有吵架 吵架才知道 對方在乎什麼 相處起來很舒服 有話聊 佛系戀愛吧 我很少跟他吵架 平均一年大概只吵一次 就有上一次吵是吵什麼 好像是什麼 蛋塔放在炒飯上面 就有沒有什麼東西啦 他住桃園 然後我住長方 如果平常沒有見面的時候 平日晚上都會講電話 想問他 我有錯號啊 吵架我了 裸替對方想 展開對方的地雷是什麼 知道對方的地雷是什麼嗎 我一直在踩他的地雷啊 在別的女生啊 就從小一起長大的女生 可是我不認識那個女生 你沒有介紹給他認識 聽一下已經不好了 我覺得對不對 要先介紹然後 就是女生還可以客套一下 假如是好朋友 從別的那裡才知道 他在別的女生 因為我跟那個女生住附近 還住附近 沒有 就所以才一起長大啊 因為他考執考吧 他也 那時候也要考執考 跟他一起回去的時候 我就順便站在那女生 他也請問我手 他為什麼不給他站就好了 他有女朋友嗎 他不認識啊 那他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你就應該給他一點福利啊 不是啊 我還不知道喔 最近可以猜一下 對他打火吧 不要跟他想食物啊 公事的時候 要跟女生單獨相處的時候 他就會不爽 因為我學會的 那他有什麼解決措施 就是會抱貝行程 就是會比較放心一點 不能衝太多 那他的地雷是什麼 他其實很好 沒什麼地雷 哇 他有踩過你了 你有吧 他其實很好 沒什麼地雷 可能不專心聽他講話 我比較容易出神啦 應該這樣 還是就是 你講太慢 就是不能說他不用心之類的 因為他都覺得他地雷很勇氣 喔他呢 念他 因為他就很愛念 記得對方的電話號碼嗎 你背得出來 不記得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記得 小貼心啊 你可以講出來 就是一個很甩的事情吧 那你們知道對方手機的密碼嗎 我知道啊 喔 我知道 知道 喔 指紋 知道啊 知道 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密碼 但因為我們用Face ID 那你平常會看對方的手機嗎 沒有 想要有事是不是 就 就不是為了看而看 不太會 我會看他 他很少看我 你很放心 對啊 他離不開我 蛤 對啊 他會看我的 我比較少看他的 我相信他 可不可以現場 交換手機看一分鐘 喔好啊 好 對話幾乎都還來不及山喔 喔 IG的小盒子要注意喔 IG小盒子滿危險的 喔喔有綠山 是誰是誰 你認識的嗎 同學 都不認識都他同學 哪有那麼多同學 你真的相信喔 長這樣我應該也不太擔心 蛤 你不太擔心 這誰 你只能可以 對啦 真的 明明你是不是很少 這個這個 這個 好啦 蛤 我都會划他聽的 蛤 蛤 你在玩聽的 沒有我聽的我 他在玩 他也有玩耶 到底是誰來玩 你也要真的玩嗎 對啊 反正我們就只能在上面看好玩的 就是很... 真的嗎 好嗎 那好啊 真的嗎 因為我們 比如說IG上號都有 都有 因為有時候就是覺得 報備很麻煩 就乾脆直接給他看 就是會有什麼宣傳來就好 如果想那沒有什麼秘密啊 那這樣不是也 有點太沒有隱私了嗎 就你所有跟朋友對話聊天的內容 他都可以一直隨時掌控 用Line 用Line嗎 用Line 其實他平常滑我手機的時間 比我滑我手機的時間還長 我也就只滑他IG 只會滑IG了 對 不知道要看什麼 你幹嘛一直看你的 你要放心給他看啊 可是他Line通知才12個 我會少 沒有玩的 我來看下面加油軟體好了 對啊 沒有他沒有他 那你們可以接受對方 玩加油軟體嗎 不行 我只知道壞處耶 那會不會怕就是 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不知道對方有什麼肉欺 住在一起之後才發現 欸不能接受怎麼辦 分一分啊 男性問題一日建議分手 每天都可以見面 然後就是可以一直像在一起 就是缺點就是 自己的空間會變少吧 那你 沒事算了 那你還想說你到什麼時間 那個打手槍 呃 還弱了 還弱了 有個兒子 有什麼老婆 有什麼老婆 人家 什麼老婆 我們可以接受到 你好嗎 哪我